台11線發生死亡車禍 根據了解 黃信男駕駛開車沿著台11線北往南執行 不明原因 失控撞到對向車道撞騎到執行的自小客戶車 車輛毀損嚴重 而黃信男駕駛現場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之後還是宣告不治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車輛嚴重毀損 車尾完全變形 台11線發生嚴重死亡車禍 台中警分局警長9點 解惑報案 台11線158.6公里 路段發生兩車對撞事故 經過初步調查 黃信男駕駛駛自小客車 沿台11線北往南執行 因為不明因失控 衝入對向車道 與南向北執行的休旅車發生事故 台中警分局本日9時 接惑報案 台11線158.6公里 路段發生兩車對撞交通事故 經初步調查 黃信駕駛自小客車 沿台11線北往南執行 不明因失控使入對向車道 與南向北執行自小客貨車 發生交通事故 自小客車黃信駕駛 現場無呼吸心跳 送醫後不治身亡 對照自小客貨車 有乘客兩名受傷 而沖入對向車道 自小客車黃信男駕駛 現場無呼吸心跳 消防人員緊急施做CPR 並將黃信男子送醫 但他仍因為傷勢過重 搶救後宣告不治 而另外遭撞的休旅車內 兩名乘客分別有頭部 脊椎傷勢均無生命危險 而湘西造勢員 應由台東警分局調查釐清 依程序報請台東地方檢察署相驗 接盤去台東市報道